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不能把学生们给累垮了 我让他们休息一下 是为了明天可以走得更快 你应该知道 越是胜利在望 越是不可经历 尤其是晚秋 我们应该更加小心 老月 你今天必须说清楚 好 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 你说的没错 万就是雷洁 好 你终于成立了 那你为什么不当众戳传他 为什么还要带着他走 我在想如果 我们可以把它安全地带进延安 然后把它改造成一个双面间谛 能够为我们的情报工作贡献力量 这不比简单地除掉它 要更有价值吗 老月 你在说什么 所以我希望 你能够配合我的工作 不 你以为他那么容易被利用吗 你以为他是三岁小孩子吗 他是一个成人 好 就算我们把他带到延安去 他这个双面间谛 一旦倾向国民党多一点 那会给我们的革命工作 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中央社消息 即8月10日 日本向盟国发出起祥照会之后 日本天皇于8月14日 又发布了投降赵策 宣告日本正式投降 中华民国陆军首次令 和引擎将军发布命令 把戴华之日本武装力量 自今日起 必须允许抗 让国在地区 国陆军要变成了 好 嗯 嗯 好 好 是 你真的想要胡云 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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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下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穿上精服就有了精气石了 是够威风吧 别光想着威风 记住 你们都是党国的军人 要多想想如何 克敬职守 为党国尽重效力 是 日本鬼子一完蛋 咱们的行动是不是方便多了 恰恰相反 为什么呢 日本鬼子一投降 沦陷驱没了 我们是可以走得方便一些 可是你们那个陆教授 不是更方便吗 老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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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有情况 老玥 是日本鬼子 你把枪劫我 把他们全杀了 不行 日本人不是投降了吗 他们要干什么 法西斯是绝对不会轻易放下武器的 你们不要随便动 谁在这等我 不好意思 小官 我们不是軍人 帮你日本 river 不進步 你 кстати 他們還是什麼其他人 信命 我再殺我 把兒子也殺到 別殺自己 走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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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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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不认识 把刀放下 不认识 你得说日语 他听不懂 不 听不懂也得听 今天我要让他听听我们中国人的声音 我要让他听听中国人是怎么命的一个败军之将的 把刀放下 武萨 王岳 杀了你 王岳 你开枪啊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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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远 住开 我看看 去 站住 你们干什么 你是谁啊 我是他们的带队的 带队的 那就是老师了 我跟你说 那女的坦胡日本人 她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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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 老乡们 她不是汉奸 她是跟我们一起的学生 她是汉奸 她就是 她就是汉奸 你们说她是汉奸 你们有什么证据 她不让我们抓日本人 她就是汉奸 就是证据 她就是汉奸 小二爷 小二爷 带大家跑 快跑 走 他要跑 这是什么人 我们是拔鲁军 我们是抗日的拔鲁军 拔鲁军 你为什么不穿拔鲁的衣服啊 对呀 大相关 他就是干净 我们在执行特殊任务 特殊任务 特殊任务就要护着日本人吧 就是打鲁军 打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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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達鲁军 累死了 他们呢 不知道啊 夏添满和那个日本小孩在一起 这日本鬼子和汉奸是一班了 你不知道吧 对 想得一声 我偏有大声 小水平 你什么意思 你背着个小日本鬼子 想把我们大家拖累死 朱葵 你什么意思 我没意思 我恨日本人 我倒要先问问你们 你们认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仇人 就只是他 一个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孩子吗 我们不能因为他父母犯下的罪孽 而惩罚一个无辜的他 你们觉得这样公平吗 你想一想 如果这样的事情遇在你们自己的身上 你们不会觉得冤枉吗 如果现在我们这样对待这个日本孩子 是不是我们也会同样对待其他的日本孩子 我们让仇恨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 是不是又变成一场大屠杀 那我们跟日本法西斯有什么区别 有道理 确实有道理 道理是有道理 但是我有点担心 这个小孩今天看到了这些日本人 是怎么死的了 他会记住这些的 他也会记恨我们中国人的 将来长大了 他还会报仇 他会记住 他也应该记住 说对 要让他们知道法西斯的可耻下场 要让他们看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犯下了可耻罪行 我们要让他亲眼看到 中国人民不会因为他父母犯下他罪女而惩罚无辜的他 要让他看见 我们中国人民善良博大的胸怀 这么说 你准备带着他了 对 他只会说日语 如果我们扔下他 他活不过明天 别把他扔了 他肯定活不下去的 先生 我们这么满世界的找 能找着吗 那你的意思呢 回青岛 可是您现在病得这么厉害 行了 你在这儿守着 我们进去看看 老岳 老岳 是老岳回来了 老岳 老岳 怎么样 老岳 老岳 你没事吧 没事 两个大坡 做了些碗吧 没事 都不错 拿着自己的箱子 我们走 最后让他们说 什么呢 什么 把路给叫走了 我别了 站着 他们看见月真生和那帮学生了 那个姓月的还带着一个日本人的小崽子 日本小 没错 是个男孩 是男孩 对 大岳 大家都饿了 我看 我们找个地方好吃点肉 就在车上吃干粮 日本人一头强 国民党特务 我们的行为 更大 他们可以自由行动 很容易知道我们的东西 出魁事为了命 你有伤 为我好就赶紧 站着 有消息了 他们去了弹庄 弹庄 对 这回绝不能让他们再跑了 走 让你移开 是 出发 就住这儿了 也不知道是贵不贵 咱们带的钱用不多了 还得买两个人呢 我心里要说 咱们大家听好 所有人 千万不要乱说 咱们这把枪 你不要乱 走 各位里边请 老板 我们想要一间大点的房间 你们这儿有没有 有有有 楼上就有 早就收拾好了 来火箭 带他们去 好 各位里边请 我帮你拿 请 就在楼上 好 大家自己找地方吧 先生 大小是够了 就是条件差了点 可是价钱便宜 能住就行 还要什么 您尽管吩咐 哦 你给我们多准备些饭菜 这是惦记 这 太多了吧 不多 另外啊 你再帮我们多准备 两大口袋 烧饼 烧饼 先生 您要是要个三斤五斤的 那还好办 这两大口袋 起码的十几二十斤 这可就难了 怎么 钱不够 你误会我的意思 钱是够了 可政府 这两天刚刚定下规矩 买粮食超过十斤 那得跟镇长报告 您这一下子就要两大口袋 恐怕镇长还得向上 为窮尸才行啊 哦 那就 九斤半 这 你也看见了 这儿这么多张嘴 路上总不能让我饿肚子 帮忙忙 那 那我试试吧 好 如果钱不够 您尽管说 如果富裕了 就算是您那点辛苦去 总之这事 拜托您 您说的是哪个话 我还得谢谢您呢 你们先歇着 我这就给您办 好 你先来吃点吧 你们吃吧 我不吃 这受多大罪 要是一觉醒来 那帮小的都跪到我面前 那得撞多大云 什么撞大云 你这是做梦 记住 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 非常艰苦的追逐战 千万不能保证和侥幸行 我们跟月诚生之间的 这场脚梁 是两种主义 两个阶级之间的较量 也是男人跟男人之间的较量 诸位 即便是为了一个男人的尊严 我们也不能输给这个姓月的 撤 男人帮你的是应该的 如果我要有累积 我也帮晚秋姐姐 看你这小子 是跟我争取一个晚秋姐姐的 告诉你 你小子可不是我的对手 我也告诉你 晚秋姐姐也是我最喜欢的 晚秋姐姐你看 老爷叔叔给我的枪 打打打 好 小梁子好好练枪法 等以后啊 好把这奔鬼 哦 哦 你肯定没有外乡人来过你们谈装 没有 真没有 我们这小子 跑之野猫都知道 何况 十几个打活人呢 嗯 有什么情况 马上跟我们联系 好 走 去下一个阵子 跟上 哎 老爷 我们吃吧 叔叔叔叔叔 哎 同学们 咱们抓紧睡两个钟头 然后接着必须赶路 小子 吃 好 各位 各位 谢谢 他说什么 他说谢谢 这日本人的规矩很真不少 一天到晚要去多少个病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对没错 和以前镇上的鬼子说的一模一样 怎么能他们当中有汉天了 说不定了 还是个中国东西小鬼子 快快 快去报告政府去 你去哪 上厕所 刘月 门好像被人从外面锁上了 女司长就在那边 走 市长 你去看看 我是这是警察所所所长 我来找一个日本小孩 对吧 我来找一个念头 我来找一个人 我来找一个战争 平面的地方 我来找一个人 和我们潜在什么家 其实是路口 找一个人 物费 赞 物费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都没了 能不能还听着 我们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然后还要马上接着走 瞎跑了半天 根本就没有人追过来 不是啊 熊一 那个门明明从外头被人锁了 大家都看见 说不定是人家这儿的习惯呢 替睡觉的客人把门锁上 以免丢东西 我不赞成 不管怎么说 老爷带着我们跑是对的 说得也奇怪 吃饭的时候 那个伙计进来也没人说什么 不敢说的 一个怎么会绑 是不是他呀 谁呀 日伟呀 是啊 他到处鞠躬 到处说日本话 肯定是让那个伙计给听到了 没错 到处给人家鞠躬 满嘴着日本话 让人给发笑 大家听我说 事就在那摆着 你说什么 你们必须听我讲 你们中有的人过去没有受过苦 那你们就来听听亚南的遭遇 如果你们中有的人过去受过苦 那你们就更应该同情跟理解亚南 亚南 他叫亚南 对 内山亚南 他不但无辜 而且还跟广大的中国百姓一样 饱受法西斯毫无人性的迫害 同学们 用你们的心去想一想 亚南这么小小的年纪 要承受如此大的折磨 难道他不是最可怜的吗 难道他不是法西斯的不受害者吗 如此弱小无助的一个生命 你们还忍心抛弃他吗 亚南 来 过来 去哪里 他在叫他 听着都不哭了 别怕 叔叔向你保证 这儿所有的人都不会欺负你 小弟兄们 我一点也不想装得比你们高明 说心里话 在此之前我跟你们一样 心里都有点变 可是我想我们毕竟不能把 对侵略者的仇恨 放在一个无故的孩子身上 今天啊 我跟大家聊聊有关我个人的一些事情 我十七岁就加入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 在那个季紧张又充满血腥的日子 我曾经一度认为 只要不是穷工人 就都该死 但我的领悟人告诉你 我错了 共产党的心胸一点都不下 共产党不仅仅要 就自己身边的穷朋友 亲戚熟人 共产党还要就普遍之下 所有被侮辱被歧视 现在这个亚男 他跟我们一样 也是一手亚伙的 如果我们把他丢在这 他可能活不过远远 那么我们就带上他 我们就把他也带到延安去 你们说怎么样 这样吧 老月 一个人说了不算 如果拿不定主意 就大家投票决定 好 共产党也一直讲究 少数服从多数 那么咱们大家现在 举手表决 我同意 我同意 暂着 把他留下吧 同意 朱葵 你呢 如云 好 绝对 多数赞成 我们通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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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现在说 我现在说 叔叔也喜欢你 液体出来 各位感谢 路连官 有人说他们从镇的西门跑来去 先生 我们往西面追吧 我看没这个必要 一出镇子西门 那就是深山老林 再说 我们看见了 也追不上 追不上 那我就不追了 主鬼 管修那边 你怎么样 不好意思说 那是不好意思的 只要你们一天 没有拜堂成亲 我就有权利追求 你说的没错 我赞成 你赞成 你赞 晚秋这姑娘 什么地方吸引 吸引我的地方可多了 要说是善良吧 你看她对小男的那份感情 你也看不出来 来 大家跟上 双击华们说 校长已经公开的邀请毛泽东 去重庆谈判 什么 局势 非常的文明 是不是 这么说 校长是要和共产党握手全合的 你信吗 校长的目标 就是要彻底的清除共产党 永绝后患 只是目前要把全国的兵力部署到位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原来是缓冰之计 校长真是高五见龄啊 我的那个新的秘密计划 也已经获得了戴老板的首肯 张我的命令 公开缉纳岳正生一伙 是 任长 这会不会让共产党方面 智长 你忘了吗 这些学生队伍中不还有个日本男孩吗 对 重庆已经接受了我的检验 他们会通知 沿线各个站点 以缉纳汉奸的名义 在玉北和靖南一带 公开缉纳岳正生和这些学生 公路 这些道什么地方啊 你没听老岳讲吗 咱们已经绕过林芬了 好 公路 公路老岳 公路公路 公路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汽车的 走 我们下去看看 不是 有 伏了 慢点 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 是 是重庆的 是局本部的 说是公务局的人报上来的 有一帮年轻的学生带一个日本孩子 乘坐他们的卡车 司机说他们已经过了陵坟 往西面的山里去了 那他们跑的可不慢 过去藏平人说 青岛站的陆某人如何了得 今天竟然连一帮文质冰冰的孩子都给跟丢了 看来此人也被神仙了 路过陵坟进了山区 杨副站长 我想那帮学生应该是直奔大女 在那边寻找渡口 然后择机渡过黄河 那还用说吗 过了黄河 就是共产党的天下 这是去延安最近的一条道 同学们 咱们抓紧时间在这休息一下 尽快啃两口干粮 我跟祝飞到外面去看看 你真是累死了 昨天好不容易坐上汽车 这边那个小雅南给搅好了 雅南只是个孩子 你们不要总是埋怨她好不好 我不是在埋怨她呀 我说的是事实 她要是不出身 那别人怎么会认为咱们是汉奸呢 其实 从夏忠敏说起雅南绅士那边起 我这心里啊 就挺不是滋味的 那些人为什么不可以理解呢 你还记得吗 那些误解呢 误解呢 那些误解呢 那些误解呢 我看了 这不关火 我不是滋味的 我认识日子 我认识日子 我认识地 我认识日子 这是公 sche 我认识日子 大家 你idé 几点点 我真的觉得是挺好的 你真是不谨慌的 对不起 没错 没关系 但是你不曾说不定 那个日本人 我感谢 对不起 我是MASAO 漂亮 我呢 这延安还有多远啊 越走越近了 再过了前面这个大宁建城 就能够二度黄河了 那么这么好 管权 你还打算去美国吗 自从你上次骂过我以后 我已经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 那就开开心心地去延安吧 可是延安 能看得起我这样的人吗 你说老岳算不算延安的人 知道 那他有看不起你吗 老岳倒没有 我是从心里佩服老岳那个人 这就是了 所以说 还是去延安吧 我把这车给我拦架 快 有没有见过一帮青年学生啊 车头还带着男孩儿 你见过啊 见过 你去哪了 去蓝宫山了 驾车了 站长 让他带我们去雷宫山 带你去雷宫山 不是 我的车去机械呢 什么机械 老的干脆先送你去鬼门关 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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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我倒要问你 你在干什么 我找个地方准备方便一下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拿来我看一下 你算什么 我凭什么给你看 你拿来我看一下 你放开我 你放开 你放开我 给我放开我 你再吃情报 哎呀 不行 有问题的 站住 怎么样 恐怕一时半会修不好 走 走开 靠近我 快 跟上 晚秋 早点回去休息吧 还有你 不嫌外出 没跟你算账呢 回去 我在等老玉 回去再说 我也等老玉 那好吧 你替我看着他 省着他再跑出去送信 你都听到了吗 黄河边夜水满 黄土泪高远 脚卖面苏黎天 刺杀猪逃过 羊角里暴塌上 高高连着天连着天 心儿上月儿月 悄悄刮早远 刮早远 风不关水浪浪 路远远 也无缘恨世间 路远远 我要去燕岸 我要去燕岸